各位下午好 那么今天我演讲的主题呢 主要是介绍一下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来预防癌症的发生 所以我的题目是癌症的生成 实际我们讲 癌症的生成主要目的 还是让我们大家能够了解 它是怎么样生成 而且我们如何来预防 来防治它 因为当今社会的发展呢 实际上癌症的这个疾病 这个疾病已经是所有疾病当中 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是居于第一位的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是一样 居于第一位 20年以前 上世纪90年代以前 心脑血管疾病是排在第一位的 近20年 肿瘤疾病的发生和死亡是第一位了 这个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工业的发展 都是有关联的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当中 可能我们经常会问 为什么有些人生肿瘤了 我旁边的一些亲朋好友生肿瘤了 我会不会生啊 很恐惧 而且现在网络宣传非常发达 对不对 报纸宣传也非常发达 吃某某会生肿瘤 怎么怎么样做 比如睡不好觉 熬夜会生肿瘤 情绪不好会生肿瘤 到底会不会啊 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 而且有的 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 有的人 比如说平时工作生活紧张一些 情绪容易紧张一些的人 甚至就生活在这种恐惧当中 怕生肿瘤 怕生肿瘤 实际上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 什么情况下 从中医的角度 什么情况下容易生肿瘤 我们如何来预防防治它 实际预防和防治比治疗更加重要 已经发生肿瘤了 除非早期发现 到了晚期 想治好是非常难的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最好的是怎么样呢 不发生肿瘤 我以肺癌和乳腺癌为例 简单说一下 肺癌目前是我们中国男性 发病率最高的 在女性方面 也是排在前三位的 我们明确的知道 吸烟和肺癌有关 空气污染和肺癌有关 和肺癌有关 女性的乳腺癌也是这样 在香港 在香港 乳腺癌发病率 在女性当中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我强调女性 男的也有乳腺癌 但是非常少 女性是多见的 而且女性的乳腺癌 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前后 在六十五岁左右 是发病的高发期 高峰期 现在提前了 五十岁左右 甚至四十几岁 三十几岁 我是肿瘤专科 三十几岁就有生肿瘤的 乳腺癌 就有生乳腺癌的 所以我们如何来预防 如何来预防 那么癌症到底是怎么样生成的 实际概括起来 一就是社会因素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 政治上的社会因素 是广大社会环境 还有对人的影响 对人的影响 这里就比较广泛的了 比较广泛的了 空气污染了 饮食了 人际之间的关系了 可能都有一些关系 等一会儿我们会逐个的来分析 就是大的这些因素 我就没有单一的每一个都列出来 后边我们会分析 再一个更加重要的 就是个人因素 很多人就会 尤其有一些生了肿瘤的 来诊症的时候 他就讲 为什么我就生肿瘤了呢 他总是有这种疑问 总是有这种疑问 为什么 在这里实际可以明确地指出来 个人因素是和不良生活习惯 有极大关系的 因为社会因素 我们谁也躲不过去 对不对 我们谁也躲不过去 但是个人因素 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 是有外邪和内因的 外邪也就是致命因素 或者说致癌因素 可能是比较强大的 但是当我们人体正气旺盛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感受外邪 也不容易被致癌因素 作用到我们人体 而发生肿瘤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重点知道 这个个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我把它概括为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包括我们的起居 饮食 睡眠 个人情绪 还有人际关系 那么在这里 首先强调一句重要的话 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密切 有关联的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什么叫良好的生活习惯 后边我们会提到 实际上有研究 这个研究不是我们坐在这里 我在这里乱讲的 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 科学研究依据的 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饮食 情绪 睡眠 有没有运动 有没有运动 等等这些因素 你能做得好 会让40%左右的恶性肿瘤走开 就换句话说 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 容易发生肿瘤 有良好生活习惯的人 比这些人要低40% 这个发病 那么这里就要提到 主要问题了 主要问题 哪些良好的生活习惯 实际我把它概括为四药素 健康四药素 不仅仅是肿瘤这个疾病 包括一些其他疾病 一些慢性病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等等 包括一些老年病 一个就是运动 如何运动 这个很重要的 不同的年龄阶段 如何去运动 还有就是我们的 休息睡眠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饮食 香港是个美食之都 很多美食来的 怎么样去饮食 还有就是个人情绪的调控 个人情绪都非常重要的 首先看看运动 实际中医强调的运动 和我们现在的这些竞技运动 是不一样的 中医强调的运动是养生运动 要结合四季不同的季节气候 特点去运动的 去运动 但是基本的运动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借用现代科学的方法 叫做有氧运动 持之以恒的去运动 持之以恒的这种运动 而不是剧烈强烈的这种运动 年轻人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健身的运动 但是中老年人就要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 这种运动主要是指形体的运动 比如说我们肌肉关节的这些锻炼 筋脉的这些锻炼 慢跑快走 但是要适当 我们可以练各种 比如说过灵气功 太极拳 跳舞 甚至像那个 我们香港人叫拉筋 我们经常喜欢练的就是印度的瑜伽 我理解实际上就是一种高难度的拉筋 这些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好处在哪里 后面我会提到 但是这种运动要动静结合 这种静不是让我们形体方面的单独的这种静 而是指我们思想上 或者我们的神识上的静 换句话说 不要胡思乱想 不要妄想 不要纠结某个问题 整天去想 而不能排解 是指中医教神要静 就是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心 要处于一种静的状态 当然这种静 这个神静也是相对的 我们完全静 我们也不思考 什么问题也不去做 这叫过一 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下 有一些老年性疾病 老年痴呆 你不用脑 脑细胞不活跃 脑共学不好 慢慢就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神要静 要适当地静 这个行要动 是指形体的运动 形体的运动 这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极大的好处 所以要进行这种 动静结合 动 形体要动 静 神要安静 但是不等于我们不工作 不思考问题的 但是不要过 不翻页了 为什么说行要动 在这里实际上 我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一下 这个是西医的 我们看一下就可以 实际当我们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组织筋脉 经络系统 血液循环 是处于一种旺盛的状态 这样可以加强 血液循环 加强气血的运行 使我们人体的正气 能够调动起来 能够旺盛 但是一个更大的好处 是什么呢 是可以使我们身体 代谢的这些废物 中医经常会说 湿色 或者湿酌 我香港话不好 湿酌 就是污酌 汇酌的东西 在湿多的时候 是最容易产生的 那怎么样理解这个湿呢 我们不能把它单纯的理解成 水的一部分 就是像水汽一样这种湿 它包含这个含义 但是更重要的 也包括一些湿酌汇酌的 湿酌汇酌的这些代谢产物 经过运动 可以很快地排除体外 所以我们每天强调 比如说早晨 出去运动 有氧运动 当我们感到 有些疲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休息了 晚间 睡觉前 出去运动 回来 冲冲凉 睡觉 不要整天坐在那里 追电视剂 追电视剂 这种循环是有极大好处的 它对于预防肿瘤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每天都会接触 各种致癌物质 比如我们饮食 可能会吃进去一些 我们很恐惧的 对不对 没变的 或者是用什么激素 药物 养殖的一些食物 鸡呀 鸭呀 鹅呀 对不对 可能都有一些 我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 我们吸入很多 污浊的物体 我们女性下厨 炒菜的时候 那些没浇油 也容易被我们吸入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些人 就得肿瘤 有些人就不得呢 跟他自身因素有关 我们有些人 可能自身的免疫能力很强 但有些人可能天生 遗传下来比较弱 我们可以通过运动来调动 同时把这些致癌物质 及时地排掉 把我们每个细胞 所代谢的这些 废物及时地不停地排掉 那身体的内环境 就会出于一种 良好的状态 良好的这种状态 中医叫做 气血 阴阳 平衡 脏腐功能 旺盛 就不容易得病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逐渐逐渐地好转 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人 以前比如说有哮喘 有糖尿病 有高血脂 看西医 那肯定是看一些药物 有一些药商甚至进行宣传 包括降血脂药 到了40岁50岁以后 甚至宣传你要不停地吃 一直吃到你不吃那一天为止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是血脂下降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运动 持着以恒的运动 自然调整 血脂慢慢就会下降 我接触很多这样的人 包括我自己 我有一段时间 甘油酸脂突然高 血尿酸也高 坚持运动两年多以后 我再次做全面检查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高了 体内细胞自己在好的环境下 它是一个良性的什么 代谢过程 不要有污浊在它的周围 中医就叫做失 困扼人体的气血运行 失学困扼 我刚才说了 这个失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水失的失 包含水失的失 只要你的脏腹功能下降 每一个细胞的功能下降 所导致你的代谢减缓 减慢 身体沉重无力 或者有水肿这一些 中医都成做失的 包括有些比较胖的人 他的脂肪多 他感到每天很疲劳很累 也是失 困扼了阳气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理解 我刚才讲的这段话的含义了 经过积极的代谢 把那些可能的对我们人体有致癌作用的物质 尽快地把它排出去 排泄掉 这种运动记住是每天的 有的人很自豪 我每周都运动 我说你怎么运动 周末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说你这个不叫运动 你只是健健身 你只不过想吸引人眼球 身体健美一点而已 这种运动是持之以恒的 适合自己身体的 不同年龄段 我刚才讲了 年轻人20岁30岁左右 可以适当地进行健身运动 40多岁45岁以上 只要进行 刚才我提到的 慢跑了 快走了 各种健身的舞蹈啊 活动都可以的 适当 适当 不要把那种竞技运动 把它当成健身运动 不一样的 比如说白米跑 马拉松 马拉松是特殊人 特殊体脂 常年锻炼的人是可以的 但是这些人跑下来以后 马上给他检查 血液里的代谢物质 都会有异常的 是比较伤害身体的 那些持之以恒的锻炼的人 当然是比较特殊的 是这种运动 运动四季还有不同 春夏运动 强调适当的增加 多出一些汗 出汗干什么 老百姓叫排湿 对不对 实际上从 现代医学的解释 增强细胞的代谢 通过汗液 使体内这些代谢产物 尽快的排除 这时候我们还要多饮水 增加汗液的出 秋冬 适当的减少运动 减少出汗 但是初秋 比如说现在是秋天 天气比较暖 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出汗 当天气比较冷了 尤其到了冬季 我们就要少出汗 或者不出汗 那怎么样做呢 减少运动量 当你运动的时候 微微有些出汗 你就要停了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是什么含义 养阳不是让你春夏来 吃热的东西 来补充人体的阳气 而是适应人体的 这种阳气的运行的 和季节气候 阳热偏盛 这样人体和天 中医叫天人相应 所以呢 运动是有不同的 秋冬养阴 这时候冬季人体要收藏 要藏了 藏经了 我们不能过度的出汗 中医叫血汗同源 汗为新职业 这样你过多的运动 就会伤血 我曾经在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中年女性 四十几岁大概就问我 她说我就是每天运动 我说你怎么运动 打网球 她说四季都打 因为她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 她不用工作 她说我几乎每周至少三十次 打网球 她说我现在我周身无力 后来我就跟她讲解 这个四季的运动 她就理解了 她说我冬季都要打得浑身 大汗淋漓的 这个就不好 所以这里强调运动的重要性 运动的重要性 所以这种持之以恒的运动 对人体的健康 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那既然我们讲到运动 那种好意 务劳 不运动的人 她说产生的作用 就跟我刚才讲的相反 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疾病 代谢性疾病 包括肿瘤 血脂过高了 糖尿病 这一些血脂一高 高血压 动脉硬化 心脏病 慢慢就都出来了 代谢产物排不出去 致癌物质 长期滞留在体内 那就会刺激人体的细胞突变 发生肿瘤 所以在这里 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注意到了不运动 或少运动 是不恰当的 但是运动的时候 注意不能过劳 但是我们不运动 我过意 过意是什么意思 安逸 整天懒在床上 不愿意动 吃完饭就靠在电视上看 看电视 不出去运动 这就不好了 所以致癌机理 刚才实际我已经讲了 这里就不再提了 饮食 饮食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养人 又可以害人 既可以养人 又可以害人 实际上 饮食和肿瘤的关系 非常密切 我们正常的饮食 我们摄取健康的食品 我们是不容易生肿瘤的 但是现在食品的安全 是一个社会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在尽量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饮食也是要注意的 饮食也是要注意的 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 不良的饮食习惯 是可以使很多致癌物质 随着饮食进入到体内的 进入到体内的 实际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 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些美食 我到香港以后 我就学会了一句话 我说的对不对 我说的不好 所以我告诉患者 我经常会说 但是跟他们说 食品已经晚了 我想应该跟我们放的往前提 我们的预防肿瘤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要宣传 跟家里人都要宣传 不要过分的追求美食 偶尔吃一吃可能还可以 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 很多饮食在炮制过程当中 会产生很多致癌物质 所以我跟患者 有的时候介绍了饮食 我告诉他 你要蒸竹草 要清淡 要多样化 过油的 煎炸烧烤的 对呀 都包括在里边 实际上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可以告诉大家 高温炮制的饮食 会使蛋白质变性 会产生很多致癌物质 我为什么说蒸竹草的 炒也不要爆火爆得很厉害 油炸烧烤熏制的东西 肯定致癌物质 产生很多致癌物质 世界卫生物组织 已经把我们中国人 很喜欢吃 尤其四川 西南那一带 熏制的什么熏鸭熏鸡 火腿 我们香港人很喜欢 用它来煲汤的 对不对 可能商家要来找我酸炸来 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说了 它是二类致癌物质 就是含有致癌物质 所以我们饮食要清淡 蒸煮炒为主 偶尔解决一下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 我馋了我也会吃一点 天风螺很好吃的 那我平时确实不敢经常吃 一年吃了一两次而已 好像似乎是 这个生活太灰色了 一点没有美食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真是怕呀 真是怕 为什么 家里的栋梁啊 对不对 要赚钱养家 对 那么自己身心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不良的饮食习惯实际很多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生冷肥腻煎炸烧烤辣 过甜过咸 腌制 腌制就是那些酸菜呀 咸菜等等都要注意 都要注意 另外饮食注意 切记单一 切记喜欢吃某种东西 我整天吃 切记这些 香港人有一个最不好的饮食 就是早晨起来 面包 吃面包 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 我经常会宣传这个 我们不是不吃 要少吃一点 面包是烤制的 是烤制的 一定要注意 所以有些人跟我说 吃白面包 我说还好 你很聪明 烤的那一 可能那么一点点你会想 但是当不住你常年吃 一吃吃几十年呢 这些都要注意 剩菜剩饭 当地食物这一点也都要注意 也都要注意 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 那么实际不良的饮食习惯 不仅仅是我们所选择的饮食 还有我们饮食不减 暴饮暴食 实际上我们正常 比较健康的饮食 在我们营养比较丰富的前提下 我为什么说这句话 因为我们现在不缺营养 对不对 我们每天肉类 蛋白脂肪 卫生素我们是不缺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多吃 终于叫暴饮暴食 就不好了 实际上 有科学研究 我们人每顿每餐只吃六分饱 营养足够了 而且还不容易生各种疾病 尤其是和饮食相关的疾病 当然这样吃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 尤其香港人中午工作很忙 早晨也很忙 晚上下班了 一下子轻松下来了 全家到外边每餐一顿 实际晚上要吃六分饱 容易消化的 软一点食物 早晨可以适当地增加 七分饱 中午八分饱 因为我们要劳动 要工作 吃的营养不够 我们脑细胞的养分不够也不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建议 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我们都强调 睡前三个小时之内不要吃东西 我们很多人是 尤其年轻人喜欢吃宵夜 这个都是非常不好的饮食习惯 饮食 一个是饮食不节 还有一个就是饮食不节 饮食不节就是剩菜剩饭了 没变的了 很多老人家很节省的 舍不得丢啊 这些都要注意 都要注意 它的治癌机理 治癌机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癌机理 实际在饮食除了我们能摄入一些 治癌物质以外 我们饮食正常 我们过量的计食以后会导致很多疾病 很多疾病就是癌前病变 这个都有关的 暴饮暴食是不是容易伤胃啊 伤胃 胃有慢性炎症的 常年的 比如说萎缩性 糜烂性的这种胃炎就有可能发展成胃癌 我们吃完饭 再结合前面的运动 我们不运动 吃完饭就躺在那里 有的 我的很多同事都是我们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嘛 吃完了以后马上到房间里躺着去睡觉 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它会产生反流性的食道炎 反流性食道炎 长期胃酸 腹持食道 食道就有可能发展成食道癌 奔奔癌都有可能的 我们吃肥肝厚腻 这些肥肝厚腻进到大肠以后 也容易产生结肠癌 我们中医叫大肠癌 这个现代研究都有证实了 都有证实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注意 因为这些饮食的不好的习惯 都会影响体内的气血运行 影响每一个细胞的代谢 那么污着的东西 汇着的东西就容易产生 就不容易代谢掉 我们再不运动那就危险了 因为我是比较爱学的 我以前在内地医院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手术室嘛 有的时候手术我会去看 有一些很胖的人在手术的时候 把它的比如说肚皮切开 黄色的脂肪那么厚 把它的肠管打开 抚摸打开以后 看到肠子外边 像葡萄一样的 一串一串黄色的脂肪 分布也很多 肠子切开以后 肠内壁也很污着粘着的 虽然手术前给它已经清洁肠道了 但是还是很多黄色的 粘液一样的东西分闭 这些物质长期存留在肠管上 能不生肿瘤吗 所以一定要注意的 看看一些报道了 实际刚才已经讲过了 很多癌症是吃出来的 高温炮制的和这些胃癌 食道癌 肠癌都有关系 肝癌和肝炎虽然有关系 但是也和饮食有关系 我们吃一些含有很多灶类 还有霉变的 尤其是腌制的食物 黄麒酥就是强烈的治肝癌性 治肝癌物质 治肝癌的治肝物质 这些 还有高脂肪 我刚才说的肥肝厚腻 吃太咸的饮食 肺癌就和吸烟 吸烟虽然不是和饮食有关 但是也进入到人体内 都有关系 还有吃得太快太热 大陆有一个地方叫做林县 那个地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进行了一个研究 因为当地叫林县那个地方 食管还非常多 当地人有一个喝热粥的习惯 中医叫挫热溪粥 他们是一种 在农出的那个大锅里 把那个粥煮熟了以后 还在冒泡呢 它盛到碗里 端到外边就开始吃 不用筷子 不用勺 就这样 我中医叫挫热溪粥 端到一个大碗 这样呼呼吹 吹完了以后 就这么挫一口 然后转一转 转到另一边 再吹再挫 把这里长期热的这种热灼 发生食道癌 都有关系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注意的 都要注意的 那么也有益于健康的饮食 和饮食方式 实际上呢 饮食尽量自己加工 珍珠少新鲜的 适当的蔬菜水果肉类 要均衡 有些人当然信教啊什么的 那是另当别论 另当别论 那么饮食的要均衡一些 不要吃得太饱 现在营养很丰富 我没必要吃得那么多 吃得直打饱咳 感到很舒服 实际胃已经受到伤害了 胃你只装六七成 它的蠕动是很强的 你把它装满了 胃壁整个撑薄了 它蠕动能力是很弱的 长期肯定得胃病的 所以胃癌为什么高发 和饮食上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饮食上要清淡 要均衡多样化 当地食物为主 不是当地的少一点 不要过分追求美食 情绪 实际情绪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性的改变 我不是说情绪性疾病 很多人实际上是有 情绪上的这种疾病的 抑郁焦虑 实际上都有的 或轻或重 在他一生的某一个阶段 可能都会有的 可能都会有 但有些人可以自我调整 有些人就需要医生来帮助了 所以这个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力求保证一个良好的情绪 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能对社会 对周围环境 对周围的人群 或者对家人都可能产生一些情绪上的 抵触 对不对 我们叫生气 你们叫什么香港话 说得不好 对 所以这种调控是非常重要的 你生气 别人也跟着你生气 你把人家气了 把自己也气了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下 情商要高一点 情商要高一点 不要跟人家生气 你要知道要伤他也会伤到自己 所以这种损伤 我后面会讲到机理 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另外呢 适当的一些宣泄是重要的 但是这种宣泄 也要注意宣泄方法和方式 要保持这种乐观 积极向上的这种情绪状态 要注意尊重人 有些人是很不尊重人 但是我觉得香港人的数字非常高 有的时候走路呢 我喜欢锻炼嘛 我走路非常快 不小心 人多 我可能碰了他一下 他马上就转身 给我道歉 所以搞得我不好意思 因为内地的人走路呢 有的时候这种 不一定激起矛盾 但是这个习惯 没有 所以到这里以后 我也学会了 有的时候碰到人 sorry 这样两个人都很高兴 否则的话你怎么碰我呀 会产生一些忌忍 这些 因为情绪的问题呢 在这里我主要是强调情绪的影响 至于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 这是一个很深奥的 很深奥的 跟自身修养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来自己来 将来来调控琢磨一下 我这里主要是 想解释一下情绪 情绪 那个没打出来不好意思 我主要来解释一下 情绪是如何能让人生癌症的 大概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末的时候 做过一个研究 所以那个时候 争论也很大 大部分的研究者 西医为主 不承认人的情质变化和肿瘤有关 那么到了近日20世纪 这个世纪以后 本世纪以后 现在研究大部分都承认有关了 因为情绪的变化会直接影响 人体内分泌的什么 分泌失调 代谢失调 代谢失调 我们有些人表现明显的 我们一生气一激动 有的时候心跳快 脸红 心慌甚至出汗 这个说明有一个什么问题 内分泌的影响 但我们有些人表现不明显 实际也有内分泌的异常 有些人一生气就肝疼胃疼 气的肝疼 都是内分泌的实际上一些影响 就是一些不正常的内分泌产生了 内分泌产生 从中医的角度如何来解释呢 实际上这种情绪变化 会影响气血的循环 气血的循环 会导致气质血瘁 中医叫做 气质血瘁 气一旦瘁制了 实际上就会使全身的 这种气血运行障碍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些致癌物质或者代谢产物 在体内就会出现代谢紊乱 不容易排到体外 今年刚有一个最新的研究 中医强调心主神智 心主神明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 都是大脑脑神经主义生的 精神情治意识 新的研究会发现 心脏会分闭一种激素 不是以前研究那些心脑素 它是一个英文名 因为我对英文这种概念 很不容易记住 我看过就忘了 所以我给自己 我自己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它快乐素 我这里说我自己起的 大家不要认为心脏可能分泌一种快乐素 一个英文名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让人快乐 而且这种分泌出来的激素 会有效的杀灭癌细胞 当然我们生长很大的肿瘤了 你这时候再让它去消灭就比较难了 但是很小的出生的 比较少的肿瘤细胞是可以被杀灭的 我在这里说一句话 我不是耸人听闻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 包括我们社会上的某些人 到了一定的年龄 机体的代谢功能逐渐逐渐下降 开始退化的时候 我们的细胞都有可能突变 在突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因素 我们没有很好的调整 包括后边我们提到的睡眠 没有很好的调整 这些突变的细胞 就可能进一步发展成癌细胞 我们心脏分泌的这种激素 就能够把它消灭掉 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高兴 乐观 当然这种高兴不是我们整天傻笑 一个乐观的情绪 我们看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很乐观 没有那种激愤的情绪 我曾经有个患者很有意思的 他在我这里看病 他和他的先生都非常关心 香港的社会政治活动 当梁振英特首被选上来的时候 发表那种叫做什么就职演讲 是叫什么呀 就是你香港不叫就职演讲 就是什么工作报告那个意思 结果他们两个一个支持一个反对 他在我看这里看病已经看了很久 都几个月不来了 他是BMI放疗后调理 有一天突然来了 他说我最近又生病又加重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跟我先生 我们两个这几天吃饭就吵架 吃饭就吵架 我说为什么 梁振英讲那个 我就不同意 他就支持 我们俩就吵架 所以这种社会激愤的 有的时候 我们适当的讨讨讨论是可以 但是没必要为他而伤害自己 伤害自己就不好了 睡眠 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一大特色 一点五夜 就是半夜 子时之前睡眠的很少 一般都是一点以后了 是不是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从中央养生的角度 古代 我们古人 日落而息 日出而作 当然现在不可能的 但从养生的角度 十点之前一定要睡觉 因为到了子时 绍阳之气就要开始生了 这个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很难理解 中医 学中医的会理解 半夜 子时 阳气要生 阴气要收 阳气逐渐要旺盛 那我们怎么来理解 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 各个脏腑的功能活动就开始了 不是你一醒来 它开始活动的 你在睡眠的时候 它维持你的基本生命活动 让你充分休息 但是到子时 就开始活动了 这时候人实际上 是处于一种深睡眠状态的 是非常养人的 但是你这时候不睡 两点以后睡 到了丑时 子丑银毛 到了丑时 两点了才开始睡 这时候阳气已经开始旺盛 一个是你不容易入睡 入睡以后 睡眠质量也不好 因为你那个 有浅入深的阶段 你没有 所以有些人就说 我睡眠很浅 我就好像没睡一样 我就仔细问他 他就有这种情况 睡眠一定要按时去睡 而且要充足 睡眠要充足 什么叫睡眠充足呢 实际上后边我们会解释 后边会解释 我们再看一看 健康成人每天睡眠 平均在7.5小时左右 这是我们从儿童到老年是不同的 在人的一生当中 睡眠时间随着年龄是有变化的 我们要注意 比如新生儿 你看我们吃完奶的扭头就睡 对不对 每天睡眠时间比较长 儿童至少有9个小时以上 尤其是学龄期的 轻壮年7到8小时 老年期每天就5到6个小时 基本上就够了 有一些老年人都70多岁 他说我睡得少 我说你睡几个小时 七个小时 我说足够了 他说我想多睡 更睡多一会儿吧 你再给我加点药 想想办法 我说你的要求有点高 我很难达到 因为你的生理需求就是这么多的 你再多睡 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 睡多的时候 反倒头昏脑胀 没有力气 是不是 所以该醒就醒 该睡就睡 但是基本要保重 尤其中老年 中午最好小息一下 十几分钟 二十多分钟就够了 小睡一下 睡眠不足 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是非常有害的 我们睡得少 没有及时地去睡眠 对身体都是有害的 甚至有些颠倒 晚上打麻将 卡了OK 白天睡觉 这种夜生活 对身体伤害都非常大的 那它为什么能导致癌症呢 休息不好 中医的角度 你的脏腑气血功能 到了晚间要休息休整 休息休整 尤其人处于这种深度睡眠 能够保证深度睡眠的情况下 实际有些人研究 我们在深度睡眠状态下 实际上我们人体内分泌 进行一种什么 重新的调整 有些人形容它 我们就像睡在母亲的胎盘当中 就是在母腹当中一样的 既安全 这个气血运行的供给又非常充足平和 所以根本不用自己的脏腑去做某些 这种运动的 就像在胎儿当中 一切靠母亲来供养 睡眠当中是一个深度休养过程 你没有休整的不好 脏腑功能就处于一种疲累状态 气血运行的就不会好 那么气质血瘁这些情况就会产生 气质血瘁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避免不了要接触一些致癌物质 就不容易把它代谢掉 排泄掉 甚至身体自己也会产生一些 细胞突变了 坏死啊 你休息不好 该休整的没有休整 有一些细胞刚好在这一段时间 比如说受到炎症的侵袭 或者外伤 或者饮酒吸烟受到伤害以后 它正在休整呢 它需要一个良好的休整状态 也就像胎儿在母体那种状态一样 它才能恢复那种原始状态去休整 你没有提供给它 那它可能就是错误的休整 而西医的理论 就细胞突变 突变就可能发展成癌症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睡眠和癌症 也是密切相关的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致癌因素 我们也要关注 我们才能预防不生肿瘤 一个就是冷暖 中医非常强调保护人体的阳气 我们人体生命的旺盛 完全靠人体的阳气 完全靠人体的阳气 尤其是我们人体下半身的这种保暖 也要注意 也要注意 不注意这种寒冷对人体的伤害 因为寒冷侵袭人体会导致什么 气和血因预冷而粘制 我们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 我们把油类 比如说动物油 豆油或者豆浆 放到冰箱里以后 它都怎么样 变得粘着粘稠 对不对 人体内也是这样的 我们体温要是保持正常的 36度5到37度之间 我们的血液循环 它的稀释度是刚好的 但是温度一旦下降 消耗人体的阳气 这个我们可能很难理解 怎么叫消耗的阳气 实际上就是伤害你人体的细胞 脏腑细胞在低温状态下 它不能正常的代谢 中医称为伤了阳气 不能正常的代谢 那么气质血域就会产生 气血运行就会障碍 就不能排除一些代谢产物 致癌物质也不能及时的排除 那生癌就不奇怪了吧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提到寒冷的致癌 可能有些人不理解 这个和寒冷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导致了脏腑功能的低下 脏腑功能的低下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有些年轻的女性 年轻女性 不注意保暖 等到了中老年的时候 它就容易生什么 喷腔炎 或者严重一点的 就有可能生肿瘤 这些一定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居住环境 在这里为什么强调居住环境 因为香港属于山区丘陵地带 在这些地区 终于称为是有山蓝瘴气 实际上就是有一些什么污浊的空气 或者放射性污染的空气 都会有的 其中有一种容易导致肺癌的叫做冬气 冬气 就是惰性气体冬气 在丘陵地带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屋子里要经常保持通风 香港人一个很不好的生活习惯 不开门窗 开空调 但是我看现在很多居家都是开的 我住那个小区经常会开的 要通风 又通风 但是年轻人喜欢温度低压 所以关门窗 开空调这种 冬气在屋 室内居留的多 就容易生肺癌 所以空气一定要畅通 所以要注意 它的致癌机理 刚才我已经强调了 那么我们如何做得更好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实际前面已经介绍很多了 实际上我们借用孙思淼的一句话 孙思淼是我们中医界的一个著名的中医和中药学家 他距现在是隋唐时期已经近1700多年 和现在相隔 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体弱多病的 他为了看病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 但是他活了102岁 他非常注重养生和养生运动 所以我们中医就强调 物违背自然常理 实际上就是要适应自然 适应自然 不要强力的去违背它 物背道而滋意妄为 这个道实际上也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 正常的我们不可单纯的理解一些大道 大道理一道 我们讲中医就讲一道 在这里是指什么 人的生活养生之道 生活养生之道 不要违背 比如说像孙思淼就强调 不要多思 思力过多 中医认为会伤痞的 多念 多欲多事多雨多孝 多愁多乐多喜多怒多好多物等 强调人的心性要平和 心性要平和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要注意一些节制 一些节制 另外 我们经常会不注意 或者很轻视的一些问题 孙思淼也有一些强调 我们看看 比如说他说 我们平时要是不注意 设神 爱气 养型 言论 饮食 房事 等等这些事宜 就容易引起人体 发生疾病 神就是我们前面强调的 神要静 爱气 就是我们不要伤气 这个气是指人体的 一身气血 周流这个气 我们很难理解 实际上就是脏腑的每个细胞 我们人体的每个细胞 它的这种代谢功能 包括一些代谢过程当中 需要的营养物质 中医就称作气 既有营养的作用 也有功能的作用 我们要爱气 不要伤害它 养型就是形体 我们如何去运动 如何去修养 还有我们的言论 你整天很激怒 很激热 整天骂人的人 情绪肯定不好的 对不对 还有饮食 防势 中医也称防劳 就是这个男女之间的 那么这样就会使人体的气血 我们一旦过渡了 荣伪湿度 就是指人体的气血运行 障碍就会出现气血妄型 那就容易导致疾病 中医强调疾病的时候 主要的病基 刚才我反复提到 大家可能都记得了 气血运行障碍 气血运行不好 紊医是讲气血 我刚才也解释了 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 每个细胞的这种代谢 它的功能受到影响 那么中医健康养生理论强调 什么呢 疫情养性 要慎言语 要慎言语 解饮时 而且要不服私妄想 整天想买六盒彩 不中奖就很懊恼 当然我这个举的不恰当 就是得不到的东西 不要去妄想 顺势而遇 顺势而安 满足于现在的生活 也不是不可以的 我们进取的时候 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进取 社会也不进步了 但这种进取也要有节制的 所以强调 要疫情养性 要慎语言 解饮时 所以终于在特别强调 在这些方面养生的重要性 实际概括起来 就我前面提到的 人体养生健康的四要素 运动 饮食 睡眠 情质 要调整好 要调整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建议我们的生活 要简单而平淡 我不是让我们坐一天 和尚撞一天中 不去进取 但是进取要适当 饮食亦新鲜 清淡多样化 营养要均衡 适当地进行运动 并持之以恒 我高兴了运动一个月 不高兴两个月不运动 白运动了 但是运动也要 不要过量 睡眠要充足 情绪要稳定 要豁达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如何修养自己 实际人生最难的是什么呀 就是战胜自己 把自己控制好 这种控制不是自己每天有意的控制 我这个小时要干什么 那个小时要干什么 这种控制自己 控制欲特别强的人 精神肯定是高度紧张的 要做到一种什么情况 我们修养以后 我们随心所欲 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事 我都不会出错 就像那个孔子不有吗 到了年七时 随心所欲 而不悦距 就是我 因为我的修养好 我的学识广博 我做什么事 我们随着性情去做 做出来都是 好事正确的事 所以这是一种修养来的 非常重要 所以孙思缪有句话 叫做不为性情之欢 抚养可从 我们就是要适应社会 不要过度地约束自己 不弃耳目之号 而顾免可行 一些声歌 一些这个比如说美酒 这些 娱乐活动 我们都可以适当地去参与 去参加 但是不要过分 不要过分 另外孙思缪强调 人之受邀 就是寿命长不长 会不会得病死亡 在于尊解 这个尊解就是说 从字面意义上 是要调整自己 有解律 实际上我们广义上说 就要是顺其自然 顺应自然 对任何事情 都要适当地去做 不要不做 也不要过分 不要过分 好 祝你健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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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